清磁白 那前面也會看到它是有一些亮光 在整個塗料上面的處理 但清磁白呢 特別保留了磁器的樣子跟 6對不對 上下左右 那如果是錐形的盒子呢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或是圓形的盒子 都不一定了 弧形的盒子 三個盒子 它最多至少要 至少要三個面 然後最多可能四個面五個面 看它的形狀 零形的不一定 結果真的答案是 每一個盒子都只有兩個面 一個裡面一個外面 不好笑 但是事實上它解釋了 這一支手機真的是從裡面跟外面 從裡頭的設計開始就不一樣 我們剛剛看到的外面 原來外頭的設計 然後我們等一下一路講下去 講到裡面的功能 防水 這次我們做了IP57的防水 所以從外面到裡面 我們做了非常棒的感覺 這次的防水還不是一般的防水 各位看到一般的防水 因為智慧停手機 只是要通知你 那一位告訴你說 請一定要把這個盒子壓好 那個要放到水裡邊 不小心掉到水裡頭以前 請注意要蓋子壓好 讓它會進水龍就沒辦法防針 那這一次我們的防水 完全不需要任何蓋子了 好 極簡 極簡到這個地步 在桌布的地方呢 這一次看完三個東西 你會發現 欸 果然有長條紋的 看起來手機特別細 那同時我們對顏色上面 做了一個處理 各位 你可以看到我們說的極簡 在這邊正面同樣看到 白色你就覺得哇 整支白 好 黑色就很單純 那我們在顏色調整上也做了一些環擦 好 另外的桌布還有哪些呢 另外的桌布是 這個桌布呢是有一點 塗壓的 接口塗壓的 年輕活潑的色彩 接下來的塗壓呢 可以變成所謂的立體式 因為我們在鏡頭上面是雙螢幕景深 那所以我們有一些特別專屬的桌布呢 是屬於fatherfly 2專屬的 那這個地方我們希望讓它有一點 好像當時這個 呃 玩那個積木 掉下來的那種積木 然後同時因為有立體的感覺 就是手機本身上有一個立體的感覺 那各位最近可能從我們M8開始 雙鏡頭景深相機之後 你又開始發現原來玩這種特效 非常的簡單 然後乃霧版接下來的電視廣告 也會告訴各位 真的玩那些特效是非常的好玩 最近又有新的發現喔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內部 我一直實在迫不及待的 想要告訴各位 這麼棒的手機的內部設計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上去 桌布的地方還有一盤 就是所謂的強烈對比的這種零線的 這都是我們在桌布上面 做的一些特別的設計處理 那你想說桌布有什麼好介紹的 因為它在整個設計裡面從裡到外 它連這麼細微的桌布 也可以讓消費者覺得很有個性 設計感上面也覺得很有獨特的魅力在裡 接下來我們從裡面來看一下 到底它有哪些從裡而外的很棒的東西 一千三百萬的DUE景深相機 規格我就不再特別再說明了 因為8月19日應該就正式跟大家見面 那在DUE景深相機裡面 除了測效非常的簡單 那一千三百萬畫素呢 在很多細節上面 也可以看到非常細微的解析度 那如果喜歡把相片放大 起初還要放大的 那一千三百萬畫素相機 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好 接下來 就有UFOCUS 就有前景凸顯 魔法拼貼 這一次 五月間把魔法拼貼 就描述的淋漓盡致 對不對 結果他還玩 欸沒有你啊 欸有我 那就把它放進去 好 那這一次將來看到的一些廣告 你會發現魔法拼貼在 奶木板的版本裡 就更特別 更有趣 更活摸 好 還有Dimension Plus 跟魔法幻星 這應該都是各位熟悉 如果M8 開始在各位的生活周遭發生過的話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使用 好 那這就是我剛剛要 一直迫不及啊 跟各位分享的 剛剛的那些 包括UFOCUS啊 包括這個其他的一些 好 剛剛選了兩三個 不同的特效 直接 我做完特效之後 在那個特效的檔案 我按右上角分享之後 就可以分享出去了 分享給誰呢 他是一個link 他動作很單純 他就是把他送到我的Google Drive去 然後 消費者分享到我的好朋友們的時候 你可以是 手機 你可以是網頁 你可以是Android的平台 你可以是iOS的平台 你可以是平板 你可以是電腦 你可以是隨便 只要是可以上網 好 那我就在網路上點選寄來那個link 然後我就會到一個網頁 一個瀏覽器 我在瀏覽器上 我也可以玩UFOCUS 點他一下那邊 就對焦 點另外一邊他就對焦 喔 那你就告訴他說 你現在在網頁上看到的這個功能 在我的手機上也可以用 是我用我的手機分享 讓你知道的 好 那除了相機 一千條包包數 Dub的鏡頭 自拍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特效 然後親手還可以塗壓 而且小朋友 因為我年紀已經50了 所以我對這些人就要小朋友 那小朋友當時在玩這些東西 真的是靈力盡致 然後又可以分享到很多 那女孩子特別喜歡一些東西